随着川港交流的不断深化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香港青年选择到四川学习 留在四川创业、就业 开启竹梦之旅的香港青年也越来越多 从2012年来川攻读口腔医学博士的曾浩 与四川结下了深厚的缘分 也在这里开启了创业竹梦之旅 并已决定在成都定居 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欢四川的 附近的旅游资源比较多 我比较喜欢户外运动 所以平常休闲的时候也会跟一帮的朋友 经常去欣赏一下山水 然后我们去徒步、去爬山 这些都是我愿意留在这边的一个原因 如今曾浩创立的格列高丽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已经参与了三家牙科诊所的经营 未来还计划不断扩大规模 曾浩告诉季九 随着川港两地交流的不断深化 越来越多的香港青年了解四川 并看到四川的发展机遇 曾浩还表示 四川和香港就像远房亲戚一样 首先这个我觉得是我们两地青年的一个责任 就是无论是在香港的内地青年 还是在内地的香港青年 我觉得这个都是有一个责任 有一个互相交流跟促进互相了解的一个责任在 因为首先我真的是觉得 这个东西从我们自身来说 我们本身就是一家人 远房亲戚之间互相走个亲戚也是很正常的事吧 近年来 正有越来越多香港青年将目光投注于四川这个西南省份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成都经济贸易办事处主任 李韵岩介绍 在川香港学生数量从2018年的200多名 已增长至400多名 由于创业成本相对较低 发展机遇日渐凸显等因素 其中不少人都选择毕业后留在四川落地生根 他们的经历也为更多香港青年提供了有效参考 我们也是希望全国都是很流通 我们不是希望只是同学在香港过来 然后就留在这里 我们现在尤其现在都融合大湾区 这跟这边的联动也很多 川渝成于经济圈的发展机会也有很多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同学除了香港过来 也希望在可能在北京上海广州 他们都读完诗之后 也可以考虑一下程度这边来发展 来学习或者以后有一些职业规划的一些发展的地方 实际上大多在川发展的香港青年 都将促进川港交流当作自己的一份责任 今年28岁的川港青年 创新创业社区首席运营人小西青 更是将其作为自己的事业来发展 我们小时候会形容香港 遍地是黄金 然后其实真正到了 我到了四川这些年 或者说我做这个川港 这个创新创业社区这些年 我会有这么一个感觉 就是说四川遍地黄金 而只是更多的是要看你怎么去发现 怎么去把握 小西青说 香港青年跨越上千公里到四川发展并不容易 社区的宗旨和作用 就是尽可能为来成都追梦的港青提供帮助 今年来到四川内地学习 发展的港青越来越多 希望能依托川港青年创新创业社区 帮助更多香港青年真正了解四川 留在四川 爱上四川 爱上三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